第13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9月24日在武汉举行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举办的最高规格的生物产业峰会 钟南山、李兰娟、王福生、张定宇等多位抗击疫情的院士专家 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就疫情防控形势做出最新研判 并对相关技术与产业发展做出最新解读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晓明表示 新冠灭活疫苗目前试验进展好于预期快于预期 离最后成功还差一公里 2020年年底有望上市 我没带 原因是我在3月12号 3月22号就打了一个疫苗 4月12号是 我们叫新闻队在临床拘捕之前 我们大概有四个是第一批 38个是第二批 第三批就架起来 38个人马上做了安全性 这有效性的实验是为了保证领床安全 从进展的速度来说也是非常快的 比我们预期的要快 现在特别是新闻阶口的 我们能到三千年长已经跨过了 以99已经走了 以最后准备一公里公 杨晓明说 对疫苗我们是严谨的 三个词快速 有效 安全 新冠灭活疫苗目前的实验显示安全性能良好 包括在阿联酋等国家做的实验结果 在大会上 国家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首席评论员王涛介绍 疫情期间 武汉成为疫苗研发临床试验的集散地 一度有近500家机构同步进行 必须最大程度保证疫苗受试者的安全 本次大会由湖北省政府和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等20家国家级学会协会联合主办 大会围绕科技抗疫产业赋能主题 通过一场高层论坛和四场线上专业分论坛 聚焦生物产业和生物技术 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和发展 研讨科技抗疫的策略 展示优秀抗疫成果